6月份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對碧安和執行長趙長蓬提出指控 指稱碧安福報交易量挪用客戶資產 並在市場監控方面誤導投資人 而碧安美國近半年的交易量就下降99% 日前出現人事大地震 執行長離職之外也財源三分之一 我請教台信頭顧協理江浩農 你怎麼看事件的起因到底為何 而這對於美國一致全球的加密貨幣產業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想這個起因其實還是從這個FTX 這個討費之後其實開始衍生了 我想當初FTX這麼大的一間交易所 包含他的知名度 跟他受這個投資人喜歡的這個程度 其實都對整個加密貨幣造成很大的衝擊 也因為這樣子我想各國監管機關 對於加密貨幣這邊的這個有沒有合規這個部分 可能採取更嚴格的態度 那我們都知道美國其實像以往在加密貨幣這邊的監管 應該都是算全世界最嚴的一個國家之一 所以大部分的加密貨幣的這個交易所 可能他們採取的方式就是 我的主要的這個營運的部門可能是在美國之外 但是為了服務美國這邊的客戶 我會特別成立一家美國的公司 這只公司就是專門服務美國的客戶 我們當然他會面臨的情況是他要遵守這個更嚴格的這個法規跟流程 那包含像是這個開戶的過程或是說金流的控制等等 但也會這樣子的話他會付出比較高的這個成本 那我們看到ETS之後 其實大家開始對這些在美國的交易所也是進行的檢視 那當然我想你這個目前加密貨幣在這個包含像是開戶的部分 我們一般常常會做比較詳細這個KYC 或者說你對你這個金流的這個部分 包含像是這個行券房子這個部分 可能都會已經有一套這個比較標準的SOP了 可是這個在加密貨幣來講的話相當會比較困難一點 那加上是說過去的話其實加密貨幣本身 他自己跟這個有壓證券的這個特性呢 其實越來越相近 很多的這個產品可能都只有一線之差 那所以你上架這個產品可能也會踩到這個監管機關的這個紅線 因為這樣子的話其實現在在這個幣安的美國的子公司 實際上面臨非常多的這個訴訟 我想對幣安來講的話他可能後續會採取的方向 可能是甚至是放棄掉美國這邊的這個子公司的這個業務 因為畢竟你現在這個經營這個加密貨幣來講的話 你不一定要在當地國家設有這樣的公司 你的這個國家的人才可以參與你的這個交易 他可以透過其他的方式把錢轉到這個交易所 那當然你會少掉比較多的這個保護 那當然這個就是投資人可能自己要去衡量 這個風險跟報酬該怎麼樣去這個斟酌 那往後面看的話我們認為這個情況很有可能就是 接下來的幣安他自己要去評估 他自己本身的這個經濟風險跟成本 到底哪一樣會比較重要 當然我們認為比較大的這個方向是 往明年看可能我們預估可能快的話 甚至在今年第四季 你可能會看到是這個第一檔現貨 這個比特幣的這個BTF就會出現 這樣子的話很有可能對很多想要參與這個加密貨幣 但是不想去承擔風險的這個投資人 他就會透過這個方式來投資 那這個也會影響到這個接下來這個交易所的這個交易量 那未來的話很有可能越來越多這個加密貨幣 他會透過是以這個傳統金融的這種方式來包裝 背貨幣是投資加密貨幣 但基本上是用比較安全的這個方式 這可能是對加密貨幣來說 我想是未來可能是比較需要關注的一點